本節目內主持人及嘉賓的言論純屬個人意見 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歡迎回到5月25日的港首王MHKTV運動頻道 今天有我余哈及歐仁師傅 為大家介紹一門橫廉江晚的拳術周家權 我覺得是軍隊拳術 是軍人集的 而且是一個非常堅定的意志和很喜歡操體能的拳術 剛才你見到石師傅的師兄弟 打了一套拳 苦苦生威 當時我是害怕的 因為當時是晚上拍攝 我多害怕 人們走到頭上 幸好師傅你的管是在商業大廈 人們都收工 如果在住宅一樓就很嚴重 忍住而已 真的是擦天 加上有很多口 如果大家再回去看 如果要比耳 我也在看空手道那套拳 很像 其實這門拳術 它是跟幾個盛事連在一起 周家是個盛事 其實喜武術裏面 關於這一門我們說的 叫做紅頭菜尾 觀眾就不要誤會 紅是否是紅色的紅 菜不是蔬菜的菜 要不然就想一想 變成一隻牛肉炒芥蘭 叉燒餅生菜 就是魔可 不是不是 是紅器官 紅家紅拳 蔡就是蔡家拳 那個混合來的 主要他們的步法 那個步影 就是以南方 紅拳的基礎 特色的步 這個手法 就配合很多蔡家的手法 多 有些名稱不同 但跟其他的蔡李佛 這個哨徐 他們另外有個名稱 那類人很相似 但是師傅我見你們有時 徒弟去練拳 很少叫的 不是怎樣發聲的 但是周家拳 剛才師傅演演出來的 就是很多聲音 亦有很多淡地 為何他們會這樣去做呢 有很明顯的 中國武術裏面 在灑緊的動作 去拿力 都行兩套 有一套是很典型的 就是要將自己的腎臟線素提升 以一個極高的戒備狀態的情況下 上面加上腥線 是幫助他集束、爆炸 這些是一種的 另外這一類就是 內加式的 就是比較田靜 講鬆柔 在準時一下落 速度 一個是走速度線 一個是走力量線 沒錯 兩種力的系統 至於淡地上 其實他很明顯補充 這個是一門殺技 就是在他們埋身對敵的時候 很多時他們會用一個淡地 淡落對方的腳掌 令他受傷 抓不到 錯惡之如失平衡 予以攻擊 是這樣的 原來有這樣的道理 有時見到一些權師 不斷被淡地 我用的是他練六飲神功 我要強調 神打 神打 神打標圖 我會拖著對方 我不夠力 弄爆他 是的 很容易 但我如果看剛才那門的權術 給我的感覺 應該不是很適合女士們修煉 有沒有那麼大隻的女士 很難過 那可能不行 鬼婆可能不行 是的 鬼婆入院有事 我們看現在在美國那些女性 她們的體能年度和男人是一樣的 即是做健身那些 是的 這樣可以 這樣看來會像 是的 他們可以做 但東方女性如果收集衣門的權術 似乎有點吃力 可能都是要推一輪器械才可以做 你要看看她們那麼多位師兄弟 全部都是筋肉型的 肌肉沒有那麼多的豐富 好像漫畫那些 是的 你爆炸不到這樣的力量出來 所以我之前第一節的時候 都跟大家說過 衣門的權術 其實我覺得是非常適合少壯的軍人 因為如果沒有他們的體力和體能 其實很難將他發揮到極點出來 就是武學講的筋骨精旗 是的 所以衣門的功夫 我們都解釋了就是 好是功夫拣人 也對 功夫拣人 我們亦看看石師傅會解釋一些權利給大家聽 我會報告訪問 好多謝剛才張明杰學員 剛才表演是一套復虎拳 復虎拳是我們基盤拳 剛才我們有講過 擒拿手是我們的重點 所以剛才在復虎拳 你都會看到我們很多招手 角和撈手 去捉住敵人的手腕 然後再出拳 我們可以試一試 我出拳 我們出拳 就要招手 然後撈手 招角 撈手 抓住他的手 然後再扯拳 是的 我們希望可以一個琴拿 拿住對方的手 當他沒辦法逃脫的時候 我們才會再出拳打下去 另外有些掌法 亦會出現了我們叫做蝴蝶掌 然後有些怎樣推過去的敵人道 令到他推開他 你想你離開我 你用還是我用 那你用 又試試你用 好 那我出拳了 我們在應用當中 我們會出拳 看看 希望可以一下子推開他 然後如果我們有些踏步 我們想再走前一點的話 我們就會再溝碼 走前一步 再推上去 應用情況就好像是這樣的 準備 我打給你 好 好的 那你走前了一半步 你再推進去 那他就會再進一點 師傅 你的掌法主要推 不是我們攻擊的 小 在復苦拳裏面是 主要是推掌 是的 打招招 這個是你會出腳 就是人家出腳 直接 割 這個流氧的掌 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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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會變成 擋 下 又是 很近身的 就會動作 其實動作是死的 全部動作 全部的連貫性 就像現在的實戰成員一樣 所以 到搏擊的時候 打拳套 打拳套的時候 運用的東西有一點不同 所以 我都會說一說 傳統的動作 我們的角色雕色 不是沒用 是你個人的 不懂變化 這個變化 傳統的角色雕色 傳了這麼多年來 人的動作 和我們早前的傳統 一定有它的意思 是我們有這麼多 除了一個人可以不夠 好 你可以說 嘩 想踩死我 然後 其實每逢是 就算我們糾纏的時候 或者打的時候 邁身 那一陣身 踩死我 那個人已經是 那個助力在這裡 如果打一踩力 嘩 他這一下已經傷了 然後其他做的動作 就已經很容易 嗯 是啊 就這樣 其實 招式就不用多 最重要的是 那個人的反應 還有那個功力 之前我們主席也有說過 說要練體能 沒有體能 你挺好的招式是沒用的 因為有一句 說話叫做 以力防策位 以考破千斤 你有一個很大的力量的時候 你自然可以破到 很考驚的力量 你有很巧妙的技術 你自然可以破到 某一個程度的力量 但是如果那個人的力量 很強的時候 還是破不了 所以幫你一人要練 很重要 我希望有討論 是 好 力量就在一起 是 剛才都說得到 體能是很重要 很重要 就是力量 力量就在一起 主在一起 沒錯 就是主在一起 這個權術 喜歡很適合一些 筋肉人 壁兵棒棒的假法 深信自己有無窮的精力 和體能 如果師傅 詠春的權術 對付一個 用周家的大開大合 就是體力型 爆炸型 就是衝撞型的權術 你的看法會是怎樣 要先退一退 還是跟他硬工 簡單說 等到機會 埋到身 就是要搶中線 看看誰 重 打均勻對方 大家都要 先 問題一開始的時間 有多少機會 可以進去 不行 要看現場 不知道對方的準備 他的經驗 如果對手不停搶攻 你會怎樣做呢 他要衝進你 歡迎 搶攻 就過來打我 先認 那就有機會 沒錯 有機會 明白 總之 如果對戰 千萬不要欺負 不要讓他勢嚇到自己 通過鍛鍊 你要知道 這是否你的法非範圍 不是的話 不要急 是的話 就立即是 看本能的反應 和判斷力的法非 都是跟你練習的 能否成為你身體一部份 好 師傅 剛才有聽過 石師傅有說過 他們周家權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權術 有十字權 也有很多 有北少林的權術 復虎權之類 兵器也有 板凳也有 一大七 雙刀 門花雙刀也有 鷹槍也有 棍 雙頭棍 各科 四方八門 五花八門 為何一個權術 會有這麼多權種 這麼多種的兵器 其實是否很難學習 會否互相之間 會有衝突 或是抵觸的東西 以我自己的觀察 就是我自己的觀點 我發覺到 有很多種的權術 他發展當中 如果他是經歷過一個 是 提升 就是由一個技術 去到一個學術 學理的提升 成功的話 一般有了一個學理之後 即是後期的發生 他就會將前期一堆東西 是會再三減 扔掉 就是扔掉一堆 但是有些的發展的過程裡面 他是沒有做這個 或者是未得一元制會 沒有一個很強的理念 而一個是 忌激性的口缺的多的時候 他就會將 類近可用的 就放在一起 那麼會越來越多 當然他不是一次過 可能一代一代之間 舉個例 譬如山東的螳螂拳 都有四五十套拳 兵器都有四十套 加上百套東西 一般人一輩子都學不到 是呀 你們沒有辦法 那麼多套拳術兵器 你怎樣學得精 還有有時的身形 也都局限了 用每一樣東西 這樣說法 如果一個師傅是真是 夠靈活的話 他要恩財私教 你可能學地堂 後拳那類 例如高大阿豪 他可能就學英爪班子 或者學長拳等等 如果他齊了就行了 死我了 要師傅要關掉 這樣倒也行 那也是 是不是 那師傅如果沒有辦法練得完 那他怎樣教人 那就是 那可能會請師叔教 他們都可能會有一門幾結 每人都有收拾幾份東西 一定是的 兵器組 拳腳組 一定會是這樣 如果不是變成蘇哥馬劇 你又可以煮西餐 又可以煮唐餐 又可以煮印度餐 你吃不吃 明白 我們也是時候 去看看他們一些兵器的示範 我們看看另外一個兵器的示範 回來再講解一下 我們孫鴻江的師傅 會為我們玩一套螳螂刀 螳螂刀在我們短兵器當中 算是一套比較深的一套刀法 以雙刀為主 那之後下來我便交給你 麻煩你 有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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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孫雄工學院,其實在剛才的一套螳螂刀當中 我們有很多不同的意識在裏面,當中包括了螢耳,一些菌身的繳花,或者一些暴法裏面 螢耳方面,因為我們是螳螂刀,我們會模仿螳螂的動作 去演繹螳螂捕捉動物的時候有種感覺 另外還有一些繳花的動作,就是菌身的動作 因為刀一定是單方的,一邊是擋,一邊是毛利,一邊是利口 我們怎樣可以用盡把刀在防禦的同時,亦可以著足攻擊呢? 我們在每一個包身的菌身的繳花裏面,我們每一個都會包住了儲己的全身 亦都會同一時間有進攻的動作在裏面,包含在裏面 另外我們亦都有一些相對不派的動作,因為我剛才說過有不少能的元素在裏面 我們就會有一些繳花的動作,例如前繳花,還有繳道花 一些我們叫做守法的動作,令到觀賞上會更加高 另外,因為我們拳裏面也包含了一些步法在裏面 當中我們也有一些走七星步 而去表演出我們整套拳的一種靈巧性 我們看到我們每一個拳的動作在刀法裏面 都偏向一種走靈活,走輕巧的感覺 因為我們知道始終冰氣,短冰氣一吋短一吋險 我們也只能夠透過一些很快的動作,很快的手法 去表演出更加整套拳的一種光猛出來 另外,我們也有一些對練的動作 其中雙刀和我之後再次表演的鷹槍 也有到鷹槍對雙刀的對練 或者是雙頭兩個棍的對策 去做一種武術的一種在兵器上的對練 想問你們的兵器,無論是短兵器到長兵器就已經槍到了 是南方拳種的還是北方拳種得多呢? 其實我們的兵器和拳術 其實都是以南方拳為重的 因為始終我們的師師 是集到南方的紅拳和蔡家拳為主 之後所收得的不祥人工夫 例如我手上持著的螳螂刀 有些花槍和一些比較花巧的拳術都有的 如花拳等等 他們的步伐和我們所認識的南方拳術 步伐靈活一點,動作輕巧一點 他們支援到北方的特色 師傅,你曾經提到,你都是奇門兵器 有沒有帶來給他們解釋一下? 今天就沒有,但是我們在奇門兵器方面 我們有板凳,平時我們吃飯的長凳 或者是虎叉,一支三角形的叉 激,大家聽到很多是呂布用的激 然後也會有斧頭鉤,神像用的一些鉤 也會有雙邊,雙邊還有哪一套? 有大刀、冠刀等同都有的 十八分武藝都觸碰 由硬到軟,遠到長得都齊 都準備了你的體系 回來第二節的廣守王 剛才我們見到石師傅另一個師弟 他們用螳螂刀配七星布 這些是很典型的北方 七星螳螂 七星螳螂 是否是北方的拳術 這麼靈巧,走動了這麼多 有跳躍 但是刀法其實是否很適合 那時候在異戰 或者北洋軍閥打仗的時候 國民黨他們的士兵 兵器就是 但是演繹的方法 我想他們是表演的形式 或者是鍛鍊的一個靈活程度 經常泵泵跳就不行 因為我們浪費力 然後又容易站不穩 因為你未必一定是這麼平的地方 沒錯 應該是這樣 回應一下,真的 是的,最近看到歷史 還有你跪台有講的 其實在上個大時代 動亂時代 我們中國的同胞 是有很強的鬥志 但是沒有很精銳的兵器 拿著一把鷹槍、刀 去跟日本人打 即是日本人打 所以他們當時軍隊 即是黃埔來說 除了是練槍之外 其實是很注重刀 大刀隊 有很多人都有練兵器 因為真的 隨時真的飄過來 人家去搏 拿槍當刀 或者當短棍走過去 其實長槍 你配合了Bionnet 那個叫刺刀 就是可以用槍槍法 沒錯 用槍法 但是剛才的武刀 那個繳花 是 八斬刀有沒有繳花 沒有 沒有 八斬刀就是向前 向前 旁邊多 據稱 這類繳花 其實單刀、雙刀 都有繳得單繳花 還是雙繳花 除了 很貼身來這樣打 貼身的前頭 單刀的前頭 先說打一個繳刀 這種前的方法 當然也是有一種靈活去運用 等手工靈活 控制刀的靈活性 等刀人合一的鍛鍊之外 他一走動 實用 實用來說 據稱 以前又射箭 或者又放飛鏢 對東西飛敗的時候 用這些是擋一下 擋一下 擋一下 雙刀這樣擋 即單刀就是這樣擋 至於前頭的動作 都是很明顯 因為刀一邊來一邊掘 前頭就是 拼命單刀、奪命槍 拼命雅姐 即是我有了一個心 飆進去跟她打 當我飆進去打的時候 當然 意思是未必是對單敵 可能是對幾個 真的在打仗的時候 你要一直纏著 一直擋著矛 擋著利器 可以迫身過去 是的 亦是因為你的前頭 就是把旁邊的人逼走 沒錯 OK 其實剛才我們看到 為何前後部分 實施府的師兄弟 為何會轉刀 即是在練粗示範的時候 太行 不能 整把刀飛了出來 卡到我來 即是走開了 很緊要 即是你想想 他的刀是承受不了 他的勁力 他一定要轉一把單刀 是木刀 即是 即是 沒有錯 即是不脫掉 即是不脫掉 整把刀都爆了 到最後 當然到石師傅出馬 石師傅出馬 就是表現他得獎的 贏了獎項的 一個單槍 鷹槍的示範 我們去看看 形勢 教學學學學學學校 人生 好像 �長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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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出槍的時候,每一支槍都要很直很直,然後每一次都要抓盡你的棍尾 你每一個動作都要把整支槍拿去做 因為槍攻擊面只有一點,當你攻擊了它的時候 如果對方拿著一個盾牌或硬物擋住你的話 其實槍就把你放在自己身上,當你放在自己身上 如果你的棍尾靜的話,你很容易傷到自己一天 所以我們永遠都要抓到盡的棍尾,有什麼事撐下去都不會太傷 如果你抓盡這槍的話,你所做的動作、演練、變化就會很大 阿射主席,我們周家的鷹槍有什麼特點呢?和其他派有什麼不同呢? 我們會多了很多的繞花,一些槍的轉動,還有鯉魚反水 可能你剛才會見到我在繞花之後,一槍就會殺棍,然後立盡 就會向後一跳做一個鎖後的動作 再割、吸、槍 整個動作就會多了很多跳躍、翻腾的動作 大實戰性來說,拿鷹槍是在什麼環境而運用的呢? 除了主要,我們一定是用刺,刺的形式一定是最多的 其次就會是攔腰,一些撥打的動作,打開敵人 然後就會是一些跳,槍的跳 然後就會向後,可能翻身 或者是一些回把槍,一些假想的動作 剛才我看到我幾個跳躍的動作就是 當我立了棍的時候,我會去到圈了一圈棍 引敵過來,然後再向前,一槍,再鎖後 師傅,有些問題我都想趁你們做幾個問題 好啊 你們用的鷹槍,是不是用白蠟桿的質地 還是有更加不同的質地去用呢? 我們主要是白蠟桿來的 我們本身的槍呢,跟這些差不多的 可能有些是會再高一點點的 我們希望可以做到的效果 因為槍場,或者白蠟桿場的話 做出來的花是會很漂亮的 當你不停在這裡搞花角吸槍 一角,打腳,打前鋒手,在槍頭的時候 你不停在這裡,我們很著重就是練習 當你不停在這裡練習,練習,練習的時候 你會看到槍頭好像月亮一樣在畫 你會看到,當你看到月亮的時候 你就已經是很成功了 還有這個槍法,一打緊的時候 其實有沒有一個假想的兵器 例如說是對戰兵器,還是對戰兵器 還是什麼呢? 其實等於各級槍一樣 其實它的各級槍是原理一樣 其實會是戰兵器和戰兵器呢? 嗯 你想怎樣? 角 角 好 不如先打擋他 好 來槍 好 打 打槍 如果讓它來卡拉 他就會刺 lä 其實每一個競段都有假訓 每一下都是拆解 像剛才說會打槍 然後引在去,打他 好 其實有去時 對戰兵器 而我們自己練習最多的就是雙刀對鷹槍 因為我們有一套套路就是這樣去練練 怎樣去攻擊 怎樣去防守 因為刀的非常密 刀如剛才所說的刀花非常多 當你遇到這麼密集 這麼高速的時候 你做鷹槍的時候應該怎樣擋呢 怎樣去攻擊呢 我看你拿鷹槍的時候 棍尾還是拿左手 練習的時候一定是這樣做 還是可以反過來用 傳統教落 一定是前鋒手做個炮台位 然後後手就是發射 前鋒手就看到你是右手 拘定用右手做前鋒手 沒有所謂 反過來左手做前鋒手 我們就拘定了 可能有其他派的 可能會比較好 主席 那是對多人用的 鷹槍 即是對多的人用 還是對一個人用 其實鷹槍就很靈活 很變化 當你可以 像剛才所說 當你吞吐棍很快的時候 其實你可以在不同的情況不同的進攻 可能在北派的時候你就會看到 他們很快地很短很短 但我們就可能相對會長一點 還有當我們二部一環掃的時候 就可以掃開了一些敵人 再進去攻擊 好 回來 大家都看到石師傅的十字梅花槍 十字梅花槍 很靈活 也走動很多 十字是方向 打四方 師傅 我想問你一個問題 就是你們的六點半棍 或者之後我們會訪問的八極拳大槍 和石師傅的十字梅花槍 有甚麼最主要基本上的分別 很感謝能夠做到港手王 有不同的門派 開我眼界 開我智慧去想 又是我自己說的自己負責 剛剛那是槍術 一定是 說六點半棍 其實我以前也有懷疑 不是懷疑 就是有去想 六點半棍 其實我們主要進攻都是槍那一刻 是 即是向前打而已 是 我們的放龍槍 是 我們的放龍槍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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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以前有 因為據稱這套棍是和人交換的 是外加棍交換過來的 外加棍當然不是詠春體系的想法 不過拿了回來 經過若干代作去刪減 可能到現在來說就沒有了 我們講的那個動作叫做放龍槍 都是槍來的 當我們下一集看到 即是和八極的大槍 其實很相似 都是向前的 向前 即是在一個圓形位裏面做事 所以我覺得應該屬於槍術類 即是鷹槍類 明白 我容許我小弟 因為有限的武術知識都認知 我看了你們兩門 八極和你們的盧點半棍的槍法 給我感覺是 好像一些在戰陣裏面的排陣 向前推進那種槍術的方法 即是很在陣式上使用的東西 沒錯沒錯 而剛才我們看到石師傅的那種做法 就好像一個 就不是那麼適合 不是 他就好像一個人落單在戰場上面 刪出去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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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圍走動見人就打 即是把敵人推開 爆開血路那種的打法出來 沒錯沒錯 沒錯 當然現在在武術 在軍事 濫兵器的軍事 軍隊的情形下 你說的完全是對的 大家成派一齊將齊齊推 很多行走 通俗不可以多 即是不可以再走 對 撥開 我給了一個感覺是這樣的 其實你都可以看到 沒有一些武術的 原本的思維是怎樣去做 又可以這樣說 他現在周嘉所做的十字梅花槍 即是除了 就算在軍隊裏面 我想都是適合北方 即是大家騎著馬 散開一齊 一人找人一隻抽 各種形式 明白 大家 我都要給大家聽 冷知識 鷹槍 鷹其實是做甚麼用 你猜一下 我知道 我先問了 其實鷹槍是怎樣的 當你的槍插中了敵人 插中敵人之後 其實敵人一定會流血 敵人會流血 如果不靠鷹 紅鷹吸了敵人的血 那些血就很容易在槍管裏面 鷹 會的 而你的血液鷹了一隻手 你的吐吐 打槍外前 就會不靈活 絕著一隻手 或者是鷹手 會脫棍 所以是有一些古人的道理 沒錯 OK 另外我現在聽聞 就有些鷹的用法 鷹槍有 譬如有些是 蛇什麼 什麼 象八蛇毛槍 或者是類似 方天華激 那類 都有 他們有時候 講的用法 就是用來前人兵器 前人兵器 搶過來 是 兩種說法 都是有道理的 好 我們到節目的尾聲 很快 今天未必有時間 播出王上師傅的心平故事 但我們也想結論一下 整件事 聽聽石師傅 怎樣說一下他們的打算 怎樣把周家權發揚乾大 怎樣傳承下去 好 先聽聽年輕人怎樣說 好 很感謝 幾位年輕人 即是我們武術上 新一代的傳承人 也代表周家 好了 看完這麼清楚的表演 我有一個印象 看到其實你們真的 用了很大的氣量 其實你們這樣練法是很虛耗的 你們周家練習會否有內練 幫你平衡 我們會有一些長的拳術 在我們拳術當中 有一些暫妝 有一些氣套套 令到你如何和順 理上你自己的人 因為當你心跳得很快的時候 你一亂就很容易出錯 或者你的動作就會引亂 但通過一些氣功的練習 也有的 可以令到你自己的人會舒服 或者你會拿得順自己的人 通常會否後期才學會 會的 我們會去一些長拳 我們叫做兩分鐘至上的拳 我們去大復虎拳 萬治拳 他們會多一些暫妝 套套 都很平均 陰陽也有配合 其實你們這麼年輕 其實我很想拋特些問 其實你們很多都是跟你一樣 這麼年輕的朋友輩 會否覺得你們很奇怪 很愚蠢 還可以練到這麼老套的東西 那你如何面對這件事 以及如何面對你的傳承 在我自己學的時候 相對當時 也有很多東西玩 但當時我們選了功夫 我們有一群朋友 我們一起上學 在外面的人看 我們可能在這裡集馬 扯拳 很悶 其實當中我們覺得很開心 一群師兄弟 一群很融洽的 自動同合的朋友一起去練習 去到你問我 這一刻我們如何推廣 我想我一定會 我們去了很不同的學校 去表演 可能是拳術的表演 或者一些詩藝的表演 因為我們是其中一個 主要是玩學山莊的人 我們會去做一些 武師演練的表演 可能之前的巡遊 或者街道巡遊 都會見到我們去做一些 武師的動作 我們希望透過這些活動 去吸入一些新的會員 告訴你 其實做玩傳統的角色 都一樣可以這麼好玩 這麼開心 我聽你剛才大家都有聊天 好像你們有很多年輕的輩子 代表周家 都向海外去做很多推廣 參加一些香港的武術代表 是否有甚麼事 講來聽聽 其實我曾經在本會的培訓下 我曾經加入到香港武術代表隊 去參加他們的世界傳統武術表賽 是由國際武術聯會搞的 好 何時的事 請問 其實這個比賽是每兩年一屆 由不同的省份去舉辦 其實我從2010年開始 至今我參加了四屆 四屆 沒錯 其實在比賽裡面 除了我們運用我們自己懂的武術以外 其實吸收到很多不同的知識 在不同的門派 以及看著時代的轉變 在不同的展現上 比賽上的演繹 其實我們吸收回來 亦都會為我們自己的武術上 在最外面的比賽 就需要少少改動 但有件事我們必須要注意的 就是我們一定沒有學到最傳統的 師父傳下來的 然後我們再經它准去 會可能利用我們自己本門的其他動作 混合 或者改動 去修改 令我們演繹出來更加普遍 例如我們有一些普通的對練 正常是兩組對練 我們有師兄 正常是自己創新了一套四個人的棍對練 而我們個人的偷套上 亦都曾經作出改動 是為了應付比賽 但人有注重的是 最重要的是 使用自己本門的動作 以及學了最傳統的 我又再講回剛才那個問題 問你 你們這樣自得其樂 但你對其他的同學朋友 他們怎樣可以明白你的心境 或者你怎樣引導他們 去接受你們這個傳統的功夫 我平時我做文章的時候 我經常都會參加那些比賽 我一年到晚都會去練習 那些同事或朋友都會說 為何經常都叫你出來 每天都見不到 每天都見你練 你不是很傻嗎 我剛才是你說的那些事 但我覺得 即是 不要講到那麼長遠 一是自己喜歡 以全城安民拜 如果我們這一輩不做的話 我們的武術就會失傳 現在我覺得外國人 比我們學得更加好 因為他們勤力 現在香港人 反而你叫他們學 真的很難 好像要求他們 以前我們學功夫 我們求我們媽媽 我們家人 那些 讓你去 現在難得有機會 我們的會 我師傅 何健鴻師傅 和我們中愛州夫家 協會 對我們的培訓 和對我們一家人 現在已經不收錢 而我們每個師兄弟的感情都很好 誰有問題都會幫助整個家人 好 剛才我們學員張允潔說了一個很好的題目 就是海外的學員學得很好 其實我在上兩個月 在深圳 我們有一個德國的師傅過來 我和他聊天宴談當中 其實他在德國有很多不同的武術 其實在歐洲那邊 剛才說成人好成人中國功夫 但他們當地也有拳擊 有MMA 有不同門牌 如果你要好打的話 其實有很多很好的選擇可以讓你選擇 但他都說我們很想繼續教中國功夫 為甚麼呢 我們除了要學懂 如何認識你自己 如何認識身體 去出拳去練習之外 我們還學習了一種武特 我們知道這是一種家庭的觀念 一種全城的感覺 就是不會好像說 我曾經接觸過一些其他的武術 例如泰拳 或者一些拳擊的東西 都有玩過 但我始終都選擇中國功夫 就是因為我們當中一種很多感情的因素 以及一種傳統的美德 我們都想繼續延續下去 好 現在都要鏡頭 你們怎樣說 怎樣跟你們年輕一代 勸他們或者說出他們的心聲 就是他們對武術的熱誠 應該怎樣可以延續跟你們的關係 你想這樣說 不行就讓我來 其實在現在這個科技這麼先進的環境 其實很多不同的東西都可以接收到很多不同的資訊 我們有手機 我們有互聯網 我們有不同的方法去學習很多不同的東西 很多很新鮮的東西 但很多東西其實要透過你自己的身體去練習 去感受 你才會明白得到當中的樂趣 你不會說可能我去玩一隻遊戲 我們練到多少的等級 不會真的在你身上可以體驗得到 但當你透過練習 當你透過武術的傳承之後 你更加了解你自己的身體 更加了解你自己的人 你會對你自己身邊的事和物理 都會更加多理解 很有抱負的說法 那真的鏡頭面前的人 很希望跟你們周家聯絡 或者研究多些 怎樣找你們 好 因為我們本身不是全職 老實說 我們全部都有我們的正職 我們會以業餘的形式去營運 我們紮金在西環 我們主要是2456就會開門 可能在晚上8點至11點的時間 你打2196622 或者有電郵 我們到時可能打出來給大家 你們都可以傳電郵或者電話字 好 很難得 這一代就靠你們傳承 多謝 楊師傅 很精彩的一集 我覺得 今次他們這三位年輕的拳手 真的把他們的武術很清楚 和說出那個要子 三個網路很正派 好像三個立場 但他表現那種對武術的熱情 熱情 熱情 很強 如果我們多一些年輕的運動員 用不同的熱情去學習國術 其實是絕對不擔心會沒落 第一 我當然很高興 在國術裏面 有些年輕人 搞搞者 可以擔負這麽大的王 希望其他的觀眾 或者其他家長的觀眾 告解給其他年輕人聽 看看這些版本 不定之單在對國術 對現在整個香港的一切 都應該有這種熱情 這句話是靠你們的 是呀 這樣釀了出來 非常正氣 正氣得不得了 我們那天在師傅的館裏面 感覺到那陣陽光氣 非常正氣 正氣在那裏 就好像看以前粵語片 邵氏這片 張徹導演裏面那一群拳手 大家都不死 大家都不死 又死了你 那陣陽光的感覺很好 那陣陽光的感覺 我覺得香港 沒有什麼需要 香港更加需要 香港的男生 要多些做運動 就好像他們那樣 陽光 男子氣概在那裏 那麽難怪 剛才 好像沒有說到是鏡頭後 他們監管真的沒有女士 沒有女士 那隻羊這麼狡怪 羊味很嚴重 他們不羞女士 其實是 原因是因為 我聽食師傅說 第一就是 他們和賞你 不是 一群師兄弟 因為有女士 好像有時候練拳 又不是很方便 亦都是 不知道 即是 怕他們的空肌更厲害 那女士 女徒弟 不是很好的感受 但其實 我想他們 是比較軍人 不懂的 他們那種傳統 全部是一群男子漢 在一起去修練武術 變成不想可能有女弟子進來 即是 將整件事搞亂了 那種 那種 那種感覺 你都知道 現在的社會 其實真的複雜了 一點紅之後就麻煩 對 那怎樣 有女士進來 待會有些很不方便 或者發揮了 發展了一些無謂的東西出來 他們覺得 不如順目修男弟子 會比較好 不如說著和尚子 其實都幾軍人 我覺得整件事很軍人式 所以他一說 他的故事 即是他們的祖祖師爺 都是在國民黨的時代 是教過軍部 他那套精神真的傳到現在 沒錯 起碼那三位 幾月都好了 節目差不多夠時間了 多謝大家奉場 今天的廣守王 亦都希望大家 多介紹一些人 去訂閱我們這個節目 整理 不是吃吃吃 如果大家有興趣 想跟歐陽師傅學習 詠春權術 歡迎 亦都可以在我們的MHK Store 上網台登記 可以登記得到 多謝大家 下禮拜再見 大家再見